8月28日,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毛球赛女双决赛开战,中国天才组合陈清晨贾一反苦战两局,以两个惊险晚分的22比20战胜日本奥运冠军组合,高桥李花松有梅左季, 成功赢得了亚运会的女双冠军,为中国队拿到了一枚极其珍贵的金牌,两局的比分都是22比20,其中第一局,21岁的中国天才组合还是在17比20落后3分的情况下,连班三个局点的情况下做到的,可见这场比赛赢的是和其的艰难,第二局比赛,中国队率星20比18拿到赛点,结果被对手磨成20平。 关键时刻陈清晨两个下压成功,彻底杀死了比赛,21岁中国天才组杀日本奥运冠军,之五星红旗怒合五次,央视,漂亮成功拿下比赛后,21岁的陈清晨先是激动的躺在了地上庆祝, 然后连续大吼三声,和已经戏不成声的贾一丸激情拥抱,随后和裁判以及对手握守后,陈清晨又指着胸口的中国国旗,向在场的球尼们连续大吼两声,前前后后总计怒吼了五次。 可见此时此刻的她,是有多么的激动,多么的豪情万丈,央视景书通可信则大赞两位中国姑娘,太棒了,漂亮。 在女队进来形势,相当不利的情况下,她们顶住压力,为中国拿到了关键的胜利。